九路段 大坪 河顺偶来 路段概要 开始大坪至河顺的九路段 九路段总长度为6.7公里 大约需要3小时至4小时 南易度为上中下的上 首先介绍一下九路段的主要地点 从大坪浦口开始 最后在河顺金沙海水浴场结束 路段长度是其他路段的一半左右 但是攀登月罗峰的道路较为艰难 尤其パクスキ状和月罗峰 丛林茂密 下午3点以后不可进入 一定要确认出发时间 如果无法在太阳下山前下来 会有迷路的危险 到达九路段的起点 大坪浦口 会被像是金星雕琢的峭壁 パクスキ状夺去视线 パクス是用瓢喝的泉水的意思 キ状是译为悬崖峭壁的济州语 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パクスキ状 因为用瓢咬着喝了悬崖峭壁下面 岩壁上四季涌出的泉水 而得名パクスキ状 因为柱状节里如屏风般延伸 又名屏风キ状 九路段从一开始就是岩石区间 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 在狭窄道路上自然形成的藤蔓丛林 会产生从缝隙里看的错觉效果 仿佛有了进入秘密丛林的感觉 途经汗流浃背的短暂区间后 可以看到宽广的平原 紧接着パクスキ状顶峰的休息处 将欢迎您的到来 请悠闲地欣赏从パクスキ状顶峰 俯视的平坦而漫长的平原 南德勒的风光 从顶峰走过一围菩提树的 Bullet Nanggil 就开始越罗峰的上坡路 在这里可以看到 左侧为大海的种植农作物的农地 还可见多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挖掘的阵地洞窟 多彩的风光一直呈现在眼前 始终不会觉得无聊 月罗峰属于较高的山岳 走着走着也许会觉得气喘 如果不欣赏风光 只是急于赶路 这区间只会留下疲惫的记忆 所以建议攀登月罗峰时 非常缓慢地欣赏风光 并经常休息 快要走下月罗峰时 可以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 凉爽的水流声 这正是安德西谷的瀑布声 听上去像是为您的步伐 助威的声音 现在可以遇到西谷的水流 延伸至大海的黄西川 一到春天 黄西川的周边 就被油菜花渲染成一片黄色 虽然偶来路 不会延伸至安德西谷前 但是听到水声 就顺着木栈道 移动步伐 去见识一下月罗峰中 隐藏着的安德西谷 整个安德西谷都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 因此可以生动地体验大自然的雄伟 在冀州不容易欣赏到枫叶 但是一到秋天 安德西谷就会被枫叶染红 走过安德西谷和黄西川 等着您的是幽静的和顺村庄小路 啊 还需要记住一点 从九路段开始到终点 没有商店或餐厅 提前准备好防备饥饿的零食 出现风景美丽的长椅时 随时补充能量为好 或者喜欢青庄上阵的朋友们 可以空腹从起点徒步到终点 到河顺金沙海水浴场的美食街后 再享用美食也很好 还有很好奇吧 盖冀州偶来纪念章的地方 在起点大平浦口和中间点仓库川桥 以及终点河顺金沙海水浴场